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斑兰烫面杯子蛋糕 采用了新鲜的斑兰来制作成那么美丽的面糊 烤出来蛋糕呢蓬松柔软而且湿润 非常的香很有回弹性 现在准备斑兰叶 非常新鲜的斑兰叶 把它们剪成小片 直接剪进蛋的当中 加一些水 再用LANDER来搅水 把它们完全搅前汁 好了之后在一个杯子上面放上一个比较细的塞子 之后把斑兰芝倒下去 挤出24克的斑兰芝 非常的香 用中小火来加热植物油 提起一边碗来准确的测试油温 到达70摄氏 有稍微的一些油温就可以了 趁热的时候立刻加入面粉 烫面可以帮助蛋糕柔软 加入低筋面粉 过筛下去 取免掉颗粒 之后立刻用蛋粥来混合均匀 这样子就是烫面 搅拌均匀之后呢 它应该是这样子 有光泽彩带型的糊状 这样子就对了 不要太高温 然后加入室温的椰奶 刚才的斑兰芝 用蛋粥 以轻盈的翻拌方式 来搅拌 直到成为一个非常粘稠的面糊 好了之后加入盐 以Z字形的方式来翻拌 防止面糊出筋 好了之后在一个小碗当中 敲开鸡蛋 捞出蛋黄 我们要分开蛋黄 把蛋黄加入这个斑兰芝当中 蛋白加入另外一个大碗当中 这个食谱重量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蛋白 需要用到30克的蛋黄 72克的蛋白 好了之后呢 用蛋抽以Z字形的方式 来把蛋黄混合入面糊当中 好了之后应该是这样的 面糊是带有彩带型的纹路 而且是缓慢留下的 这样子就对了 现在蛋白呢 可以加入一克的塔塔粉 或者是三克的柠檬汁白醋 之后用中速开始打发 打发直到看到大气泡 就可以停止 来加入细砂糖 细砂糖要分成三次来加入 加入之后就是用中速打发 打发直到呢 它们的气泡开始有光泽 它们的气泡开始粘密 有朦胧的纹路之后就可以停止 提起搅拌头是这样子 超软的还有一些小气泡 加入第二次的西砂糖 继续用中速打发 打发直到呢 开始有光泽 还有出现浅浅的纹路 提起你的搅拌头呢 应该是这样子的 非常柔软 这时候加入第三次 也是最后一次的西砂糖 之后改为用低速打发 这样子可以帮助蛋白霜 更加的稳固一些 打发直到开始出现光泽 有更深的纹路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 提起搅拌头 这样子就是太软了 有大弯钩的话是太软了 要继续的打发 直到更加有光泽了 看到吗 有更深的纹路 这个呢 就是属于中性 进入干性发泡了 直立之后 尾端有非常小的弯钩 这样子呢 就是蛮稳固的 已经是靠近干性发泡了 没有流动性的 超级稳固的 要打发到这样子 比较干性的状况 会比较容易烤熟 稍微的松弛一下蛋黄糊 这样子比较好混合 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加入大约三分之一的蛋白霜 就用蛋抽 以轻盈的翻拌手法来混合 不要太过用力的画圈圈 就这样子翻拌起来 把面糊从底部翻拌起来 直到颜色开始均匀了之后呢 最后改换为用刮刀 轻盈的翻拌底部 因为蛋抽翻拌不到底部 直到颜色均匀了就可以了 浓稠度是属于这样子 顺滑的彩带心 之后我们也稍微松弛一下蛋白霜 这样子松弛一下就好了 之后倒入刚才的蛋黄糊 非常漂亮的彩带心哦 厚厚的 之后一样的用蛋抽 以轻盈的方式来翻拌 不要画圈圈 我会用蛋抽呢 是因为蛋抽混合快一些 时间太久 蛋白霜也会消泡的 颜色均匀之后一样 最后改换为用刮刀 以轻盈的翻拌手法来 拌底部 它是属于有光泽 有彩带型的叠层 不会水水也不会有泡沫的 这样子就是混合对了 如果出水或者是有泡沫呢 就是你的蛋白霜消泡了 这样子的状态 就可以把它们倒入 裱花袋当中 方便入模 看到彩带型吗 纹路是重叠的 还蛮稳固 不会塌下的 那么今天要用北海道 释放杯子模 它的模具内部是不要放沾的 尺寸会在Description box下面 倒直到8分满就可以了 不要过满 要不然容易裂开的 我们不要防沾 因为我们要面糊呢 沾着这个墙壁 或者是杯的旁边呢 来提升 轻震几下来除到气泡 尽量把蛋糕放在烤盘正中间 这样子火力会更加的准确一些 这个食谱可以做7颗 背海道杯子蛋糕 一热烤箱130摄氏 上下火不开旋风 在中下层或是第四层烤 130摄氏先烤30分钟 10分钟之后呢 旋转一下烤盘 这样子可以受热也滋满一点 看到它提升起来吗 30分钟过后呢 转150摄氏烤15分钟 开始上色 如果时间到还上色不足的话呢 最后开风扇150摄氏烤5-10分钟就可以了 烤好立刻轻震模具 这样子可以防回缩 它没有缩腰 没有开裂 也没有皱皮的 你压下去 它会回弹 也没有明显的手指印 这样子就对了 趁温的时候呢 可以在顶部刷上温的融化牛油 就再撒上一些椰丝 我今天用的是desiccated coconut 因为比较细一些 这个可选你可以不要加 要加也是可以的 加了椰丝 跟斑斓非常般配 所以这样子我们的斑斓炭面杯子蛋糕 就做好了非常简单的一个食谱 因为它是汤面的方式 所以做出来的蛋糕超好吃的 现在掰开来看 哇非常的香 现在切开来看内部 用Z Zigzag的方式来切这个 类似戚风的蛋糕 你看它的组织 哇 非常漂亮的天然绿色 你看而且回弹力超好的 非常的蓬胸和柔软 品尝一口 很香的斑斓味 而且你看它的口感超柔软的 不会干燥 是属于偏湿润的那种 而且采用了这个烫面的方式 所以蛋糕组织非常的柔软 还有蓬松 你看超Q弹的 再搭配跟这个椰丝 我觉得它的口感很好 而且呢 它的口味非常的搭配 希望你们尝试这个食谱 非常的柔软的斑斓杯子蛋糕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社交媒体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